加南诗歌第三十四首 最知心的朋友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掺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滑向死亡线 你爱何等的长阔身高 我心发出惊叹 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已启示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是我最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吹向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掺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滑向死亡线 你爱何等的长阔身高 我心发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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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 十三至十五节 人子来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圣经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四节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圣经以福所书三章 十八至十九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圣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 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圣经诗篇六十三篇八节 信仰格言 耶税基督爱我们 可望成为罪人亲密的朋友 我们要一生跟随他 主题 真理 神的计划安排 让我们祷告 主啊 主啊 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你爱我 为我舍命 扶持我 我要跟随你 我们要不要舍命